啊 同志们 然后一手居然是拿的巫妖和半人马 拿的是半人马 那这样的话人马加上巫妖的这个组合 目前还看不到太多的一个激情 C9这场比赛的前两手班人是扳掉了这个赏金和小精灵 上一场比赛对这个赏金骚扰的也是不胜其烦 看下C9这场比赛要不要考虑赶紧把火枪掏出来 看看要不要把火枪拿出来 一手抢蓝胖子的话 二手拿VS拿火枪都是可以的 巫妖这个英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是一个防冲脸很强的英雄 但是他们自己的阵容又拿了一个人马这种冲脸型的英雄 这样的话Secret这个阵容 他果然搬火枪了 你看你C9第二手拿火枪 那我就搬火枪 C9这里第二手是拿了一个拉比克 蓝胖子加拉比克两个酱油都已经漏出来了 而且这两个酱油都没什么输出 那这样啊 C9的酱油他的大哥位应该还是要拿一些有输出的大哥 Secret应该考虑第四手搬个露娜 如果他在第三手自己不抢露娜的话应该要考虑搬一个露娜 蓝胖子这个英雄已经完全要被踢出智力阶了我觉得 因为他在最新版本的更新里边他的智力又被砍了一刀 所以现在我看蓝胖子这个脸 我觉得这个脸已经越来越来越充满了力量 他的智力通常晚上又被又被砍了一波 砍得已经很惨了现在这个这个智力 第四手Secret要考虑去搬一个越旗 其实搬个越旗现在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C9在他用土猫和拉比克这两个英雄的时候 跟这场比赛有一曲同工之妙 就是蓝胖子加拉比克 而且蓝胖子对于越旗这个英雄的提升还是蛮大的 最大提升是火枪这个点已经被搬掉了 所以现在下一手的搬人应该可以考虑搬一手露娜 如果不搬露娜的话自己可以考虑抢 C9在第四手是搬掉了一个卡尔 他搬卡尔的话 只要搬的是防兵雷卡 你看Secret自己抢露娜了 这样比赛自己抢露娜了 他如果不抢的话 C9是一定会拿的 C9这样比赛拿不到露娜的话 他的这个一号位和二号位就不好选了 配合拉比克和蓝胖子这两个英雄 影魔其实是一个很差的选择 说实话影魔是很差的选择 影魔如果想打出足够高的输出来的话 他最好配的是减速 他不是去配这个悬晕 除非就是说拉比克能够配合影魔完美的 就是在贴身的时候一个Z炮举起来往远扔 然后压一个X炮再往后跑 然后给一个C炮 大概这样是最完美的选择 但是这个一场比赛能出现一次这样的镜头 就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咱们这个直播间观众对于小强这个拥有的总结很对 小强是一个长着力量的脸 靠智力吃饭的敏捷英雄 说了一点都没错 关于就是这个蓝胖子蓝胖子的这个模型 在其实最明显的可能就对于蓝胖子这个种族 其实石人魔这个种族的一个最好的说明 其实是在魔兽世界里边有一个灰色的物品 叫做石人魔烹饪手册吧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里边就是 还是叫美食手册什么的这么一个东西 在那个里边对于石人魔这个种族的智力 有一个非常完美的阐述 就是他们的这个食谱 好像叫石人魔师谱吧 他这个石谱里边一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打人 第二句话是打人 第二句是继续打人吗 还是打人 第三句是吃人 所以说就可以想象 就在包裁里边能够把石人魔这个做成一个法师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这场比赛Secret在第四手上拿了狮王 狮王这个新版本的更新 新版本这个更新 C9这边迫于无奈还是拿小黑了 小黑加上帕克 小黑这个英雄配蓝胖的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 小黑这个英雄他的攻击前腰后腰太弹疼了 C9这里在第三手是拿出了一个帕克 这个阵容拿的也是很飘 那是很飘 狮王这个版本的更新的增强 你还别说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我只记得这个版本反正又是非常无耻的去更新了这个加强了这个狮王 狮王的这个天赋 15级天赋从30经验又是增加到了35% 20级的天赋是从加20移动速度加提升到了加25 20级的另外一个天赋是从加全属性 10点全属性改为了加50的墓碑僵尸攻击力 然后25级的天赋是从加40的墓碑僵尸攻击力改为了减2秒的腐朽冷却时间 也就是他的一技能 然后25级的天赋从12点护甲改为 12点护甲增加到了15 也就是这个版本 如果你走这种单体的狮王的话 你可以在25级的时候 获得一个轻轻松松可以达到40点以上护甲的狮王 而且他这个腐朽这个技能可以在25级的时候 只有2秒的cd 也就是说你扔一口回头再扔一口 回头再扔一口 而且你在出完A仗以后 一下可以吸10点力量 所以狮王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是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加强 他之前25级的天赋改到了20级 而且还比之前攻击力还多了10点 狮王这个英雄我不知道威射到底对他有多么轻厚独钟 但这个英雄确实被改的真的加强了太多了 有直播观众表示说第一口140点蓝 这个对于狮王这个英雄是130点 首先是130点 第二个就是狮王这个英雄 在如果他真的能达到25级的话 这个英雄是不可能去缺蓝的 他也是一个 他是一个智力成长比 我没记错的话 他的智力成长比他的力量成长要高 不是高就是差不多 这个阶段蓝的智力成长 狮王在以前是一个智力型英雄 后来变成了力量型 这场比赛C9打这个阵容也是打得很无耻 在最后一手拿去了一个美毒莎 美毒莎加小菲加帕克加拉比克的四远 配一个蓝胖子 C9在最后一手搬人方面选择是搬掉了一个TA C9这场比赛这个阵容其实拿的多少 我感觉是有点 为了套路而套路 C9这场比赛拿的这个阵容 在第三手拿人方面是一个明显的抢人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抢人 在最后一手选择拿出一个PA 去针对对方的这个小黑 这种远程的一个套路体系 这场比赛PA其实是可以去出散尸这个道具的 可以出散尸这个道具 散尸这场比赛PA出一个 C9这帮人就疯了 我跟你说 就是PA这个英雄去打美毒莎的话 他出一个散尸的效果 比他出一个案面还要好 C9的阵容在对方拿出了巫妖以后 仍然是选择走了一个物理的路线 而且C9这个阵容 C9这场比赛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输了 而且会输得很惨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很惨 会输的 这场比赛透个懒 大家允许我透个懒这场比赛 我借用一下这个别人的流比 这个并不是奶这个某一支队伍 因为这场比赛C9的阵容 首先你打加工的这种光环流的话 物理输出流 你一定要去有人能够实现减甲的这个作用 但是这场比赛一个减甲的人都没有 一定要说的话 你只能去依靠出勋章这个道具来实现一个减甲 但是你出勋章去减甲的话 也就意味着你的酱油需要足够多的资源 而且要放弃一个救人的保命装 而反过来看Secret这个阵容 我Secret这个阵容有一个巫妖 可以给所有的人加防 加护甲 这个护甲可以加很多 而且他这场比赛 所有的英雄护甲都不低 包括狮王在内 狮王这个英雄出使护甲有3点 他的敏捷成长虽然说是很低 他的敏捷成长只有0.8 但是狮王这个英雄如果有足够的资源的话 他是最适合去出兵甲这个道具的英雄之一 其他的英雄就不用说了 PA有闪避 月旗的敏捷成长也非常的不错 巫妖本身自己有加这个兵甲的一个 最起码他可以保证自己全称兵甲 别人不一定 自己肯定是全称兵甲 人马这个英雄本身也可以开一个大招 一旦人马开大冲到你的这个人群当中 C9这场比赛这个阵容就直接就散了 回来直播间观众的问题 等我签约了就有超兴了 等我签约了就有超兴了 这里PAP的这个狮王前面吸了不少力量了 看这个身高已经吸了不少力量了 我今天在玩这个 今天在空闲时间陪家里人玩阴阳师的时候 看着这个 就突然想起来狮王那个英雄 觉得狮王那个英雄的 这个风格跟跳跳地里差不多 会随着自己变强的 这场比赛目前来看双方的一个对线还是比较和强的 和平 狮王这个点前期压人好压 但杀人不好杀 狮王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友叫做腐王 腐王加狮王一路的话 如果大家没有试过这个组合的话 你如果有好机友的话 你回头可以去试一下 狮王加狮王在一路 尤其是走劣势路 尤其是遇见对方刚三的时候 你们往往可以实现一个二打三 然后还能把对方杀穿的这么一个效果 狮王是对方人越多越开心 然后狮王也是这么一个英雄 尤其是在这两个英雄多达了三级以后 狮王的二级墓碑加上腐王的二级转 甚至是一级点灯一级转一级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极其容易对对方形成一个击杀的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来看的话 补刀方面目前上路C9的这个帕克保持的非常非常的好 这里南胖的赵树林进来要出来打一波吗 这个肯定是杀不掉对方的人的 这里准备去怼一波MP 准备去怼一波MP 看一下MP的这个月节 一个R直接把这个血加了三分之一回来 下路的对线方面 由于小黑加上拉比克这两个人输出不够 面对对方的一个 这个要干嘛 在一个F定住要杀 哈比这边有没有D 有没有D 一个平A漂亮 这个帕克这场比赛在上路发育的太顺了呀 没有人去压 尸王这个英雄前期压人的话 你要么就压得凶一点 你要么就压得凶一点 要么就干脆不要压 这个英雄前期如果说D几口就停 D几口就停 这很蛋疼啊 这给上一个减速 接着出来打 对方的帕克从侧面出来 打掉你的一个小蓝 出来浪一波 这个帕克疯了 这个帕克疯了 这个帕克这得吃魔伴往回走 补刀方面目前中路的这个美毒沙补刀是比较出级 这个也是源于乌妖这个英雄对于中路前面的一个支持 帕克这倒是蓝还够 蓝还够应该是死不掉 哈比这样的这个 狮王感觉打的不够6 呃反正跟国土 咱们国内的这个国土 跟国土的这个狮王比的话 感觉还是明显有一个差距 不过话说后来不知道国土 这次更新完了以后 国土的这个狮王必章会不会重现江湖啊 现在双方在这场比赛中路 哎中路这个BB 哎呦这个BB night 这个地方被耗掉了很多的蓝啊 前期这个魔法盾浩兰真的还是有点蛋疼 这里举一下 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这个举一下 打出招呼我们是为了 这个周围也没有野怪 也没有兵线 也没有眼 也没有服 这个举一下真的是值得打出招呼感觉 这比赛现在打到五分半钟 好像还没看出来双方太多的一个 有太多的想法 上路这里MP MP这里一棒子直接抽死 哈比江的这个狮王在干嘛 不是一个狮王 保着一个月旗 能被对方一个蓝胖子 帕克打穿了 我这也真的挺服的 这对方上路这个帕克跟蓝胖子两个人肆虐了 蓝胖子这个地方迷之顶了一波塔 迷之顶了一波塔 送给MD1一个人头 让MD1在中路非常开心的补刀 补刀了全场第二以后呢 就是来到上路拿掉一个人头 很爽啊这个 来看一下经济情况 目前这个PA目前经济第一 小黑第二 米兔莎第三 帕克第四 这个月旗这场比赛什么鬼啊 这准备对下路这个人马动手吗 人马这里没有大 举一下 小黑疯狂的在给兵剑 但是自己这个位置 躲了一下塔的仇恨 躲了一下塔的仇恨 但是PA过来以后 两个暴击直接秒 对方还有一个蓝胖子 这个蓝胖子感觉要是再次惨死 在这个PA的刀下 这个暴击来的稍微早了那么一点点 早了那么一点点没有打死 结果被塔打死了 这样呢是被平分了 就是一个平分的结果 米典万的这个PA 其实一般Secret在拿PA这个英雄的时候 都是交给MP去打 但是现在米典万的这个PA 好像从这场比赛来看的话 米典万这个选手 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就在于他对于战场的嗅觉 和支援的时机把握上 是我见过最好的选手之一 这个也是为什么当他在 弗兰提克的时候 弗兰提克有一段时间 是强势了一段时间 在东南亚赛区横扫 横扫东南亚赛区 而且在国际赛场上 也能够拿到很不错的成绩 因为就是这种收割节奏 能力特别强的英雄 我们来看一下 PB这里人马开一个大 直接往后撤 PA过来再次留一下 对方蓝胖的 这不应该是不会上了 就是为什么 弗兰提克当时这个 米典万在的时候 可以打出那么好的成绩 就是因为一支队伍里 有一个收割节奏 很强的人的时候 你还需要一个特别能卖 然后特别能卖蠢 特别能冲上去钢 特别能吸引火力 吸引仇恨的一个人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说这个人就是牧师 所以当时这个 菲兰提克那段时间 强势了一段时间 其实一支队伍里 是很需要一个会 很需要一个 就是会打收割的人 也同样需要一个 非常非常适合 能去卖的人 能去卖的这个人 其实是很关键的 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卖 你的大哥有没有什么技能 你要知道你大哥技能 能不能放得出来 你最好是在死在哪个地方 在以什么样的姿势 躺在一个那个地方 来吸引对方 怎么样去亮出你的肚 亮出你的肚皮 还是亮出你的后背 还是亮出你的菊花 去吸引对方 让对方以什么样的体位 到达你的身边 这个对于你的大哥 帮助你大哥收割 都是很关键的 不是说你往前一站 等着对方来干你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一波 对方的这个三张TP 亮得很果断 已经是蓄谋已走了 这波PA冲进来 还是强行击杀到对方后排 这波由于乌妖的这个大招 影响的阵容以后呢 这里只剩一个PA C9的这波支援 是直接把Secret给打穿了 C9这波只有PA自己 一个人收割完了以后 是全身而退 其他人全部都被 击杀在了对方卡下 C9这波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等了很久了 就在等你冲我下塔 回来这直播间的观众的问题 Liquid和Bears谁赢 这个问题现在几点 现在是12点半 这个问题四个小时以后回答你 PA现在还是勉强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经济 保持在第一名 这里过来 这里直接开大 美图刷这边直接开大以后 看见这个中路的一塔 拆掉以后还是不走 小黑赶过来以后 这里给让一个狂风 留住了人马 有没有绝 PA冲上来 直接切小黑 让被帕克赶过来 第二次叫Midi1 死了 Midi1死了 这波 这个中路二塔也要掉 中路二塔也要掉啊 那个中路二塔感觉要掉啊 这个节奏不对啊 这个节奏不对啊 这场比赛 Segret会翻过来的 你们相信我 这个阵容的隐患还是很大的 大家相信我 大家相信我 这场比赛Segret会翻过来的 这C9不可能赢秘密的啊 硬实力还是有差距的 这支队伍 欧洲区 Liquid 我个人认为欧洲区应该是 Liquid和Bears这两支队伍 有可能出现 秘密有可能会形成一点点威胁 C9应该是完全没有威胁的一支队伍 C9这里选择是直接暴团去推这个上路二塔 Segret这个阵容 Segret这个阵容爆发很高 他输出 输出很高 爆发很高 这个翻盘点绝对是有的 PA这里 看一下PA的装备 PA现在还没有拿到自己的暗面 拿到 刚刚做出自己的暗面 这个就是节奏点的到来 下一波团战Segret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C9这一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直接就有可能被打穿的 看一下这一波PA这里一个地也没有出暴击 卡比这里迷之给了一个树杯 准备直接上 对方这里每度刷一个大招吧 所有人都定住后排 MP月旗开大上来没有秒掉 被对方一个大招定在原地 MP这波要死 直接死在外头了 不过好在PA没有死 这波PA没有死 月旗这个位置冲得太靠前了 月旗冲得太靠前了 哎呀这波 这个狮王的墓碑立的这个时机 我真的是无力徒逃 这场比赛 打对方这个阵容明显就是 人马上去卖一下 然后 PA假装切入一波 对方的每度刷一开大 直接人马开大往后撤 然后把对方每度刷的一个大招骗出来 然后你士王再离墓碑去进行一个进攻 这样的进攻才是有效的情况 刚才这种墓碑亮出来以后 等于就是把自己的队友都给卖了 这墓碑起脸这个 这个墓碑起脸这个动作真的是有点有点理解不能啊 感谢 呃 MSRain赠送呆呆赠送的35个666啊 呃 说实话这个Papi的这个墓碑啊 这个师王确实打的一般 他这个实力确实打的一般 感觉不如贼酒的这个师王 我我感觉啊 就以咱们这几天看的这个欧洲区预选赛的这个成绩来说的话 呃 如果把牛BB放过去的话 我感觉牛BB是有可能能出现的 他们可能就 我觉得就看了这么多场比赛 我觉得牛BB就打 呃他们只有在打这个Liquid的可能有些难度 他们打其他的这些队友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难度 这一趟个跳刀直接沉没 一套技能 没意外再次被秒 这样的话唯一的一个经济点 唯一的一个经济比较肥 有可能的形成翻盘的点 这次被击杀的话 这个中国高地是不是考虑考虑拆掉了 这一届DAC的实际开赛时间是在三月底将近四月份 就是线下的这个比赛是在三月底将近四月份的时间 呃 主要就是看这段时间哪一个队伍能够对最新的这个版本 就是7.0 7.02的这个版本 能够接受的更快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点 这里人马一交踩 被对方直接一个吹风吹起来 呃 被举手 PA上来准备爱 人马要是死了的话 这个高地直接要被破了呀 17分钟破高地什么鬼 这美毒蛇还没开大呢 这个MP的月旗也是被对方一通沉默定在原地 毫无出处直接被打死 C9这波真的要把秘密淘汰了呀 我的天哪 不是个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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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这不对呀 这不对呀 这比赛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呢 对方虽然说美毒蛇是比较克制PA这个点 但是你前期PA 其实PA如果他自己的节奏不崩的话 咱们就是讲道理的说啊 讲道理的说 PA自己前期节奏如果没有崩的话 呃 做个BKB 呃 或者做个散尸 或者就是就是他在相位安灭以后 呃 做一根BKB的话 这个阵容很好打呀 你PA的BKB哪怕只骗掉一个美毒蛇的大招都可以 就是你上去以后开BKB直接给顶上去打一波美毒蛇 对方没有其他的无视魔免控 把这个美毒蛇的大招逼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人马开一个大招把你掩护你直接撤回来 撤回来以后反身再去打第二波的话 C9这个阵容是不可能打得过的呀 而且装备真的需要的不多 就是相位安灭加一个BKB 其他什么装备都不需要 经济插头经验插头已经奔着两万去了呀 真的就是一个相位安灭BKB的一个节奏 这波让后看见条彩被对方秀了 他个转身过来以后美毒蛇开大 这波团战积极了 大哥都是毫无贡献直接被砍死 那这波PA巫妖狮失望三人买活 再来打第二波 但人马也死了 MP的月旗被留住也要买活吗 这三个人买活守住高地月旗有买 但没有但没买 那买活也选择买活 过来刚这最后一波 MP在高地上面砍了半天人砍不死 现在有点蓝胖的身上有个大扬言文章 我去 不过还是被暴死了 这波PA追出来以后被举一下 看要是月旗给个C拿到人头吗 没有 MP这里直接暴击了 对方蓝胖也选择了买活 MP的这波买活守高地完成了一波三杀 守住了 这波高地守住了 不过这波打完了以后 经济方面其实还是要被继续扩大 对方的优势会继续扩大 你买活太多了 你买活了四个 C9这边也是很逗 他迷之买活了一个帕克 买活了一个蓝胖子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赶到战场 这波是被对方打了一个五人团灭 然后买活了四个人 这里双方又是 这个帕克是被 对方遭遇了对方1的一个PA 这里一个D D上来以后 看一下还是要继续追吗 这里一定要跳踩 踩住蓝胖子 接着砍 直接击杀 你看我就说能翻过来的吧 我就说能翻过来吧 C9这边他只要能够把自己的核心装做出来的话 其实并不难打 说白了就两根BKB 你就看这两根BKB什么时候出就行 PA这里身上应该是BKB还差1000块 越骑的BKB确实差点远 看一下这波拉比克过来绝 MP这波应该是死了 这波他们没有 有一个人马大呢还行 有人马大还可以 这个没有BKB的话 如果不考虑人马大招这个问题的话 这波肯定是要死 如果人马你现在这个时间把大招开了的话 C9直接攻过来的话怎么办 这波怎么办 MP这里又被对方追上 这波没有人马大了 这波还是死了 还是没有能够逃掉 还是没有能够逃掉 而且这波C9是不需要等兵线的 下落的兵线已经上到了高地 这波C9还是选择上了一个高地 还是选择没有上 等了一波 还是要去清兵线 长记性了 上一波对方是绕后打了一波 这波是选择先过来 把对方圣单给拆掉 防止你再次绕后 这个让我找个搭档 打断施法 是什么梗 这比赛现在打了22分钟 18比11的一个人头数 这里小K做出了一大引刀 PA终于是做出了BKB 这样的话还是有机会 机会还是有的 PA的BKB起码是可以让对方的 这个月琪的大招 就是他一个人 不是月琪 那个美毒沙 如果他能够一个人逼出来 一个美毒沙的大招的话 他再去打第二波 这个Secret的阵容 打第二波的能力是有的 人马的大招 世王的墓碑 这个巫妖的大招 对于团战来说 都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反观C9这帮人的阵容 他的蓝胖子和他的阿比克 这两个英雄 在团战的时候的一个影响 是非常非常弱的 Secret这波开悟 还是想往外找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 这个眼是看到了 对方所有的人 但是所有的人都在的情况下 如果你在野外去打的话 这波是比较危险的 如果能把对方阵容冲散 还是可以 直接去切后排找小黑 可以秒 帕克出A杖也没有用 帕克出A杖的话 他也需要 就是在对方开出BKB之前 把用这个大招甩到对方的脸上 你注意帕克的这个A杖的大招的这个说明 他的A杖说明是 梦境的破碎 梦境破碎是无视莫眠 而不是梦境缠绕 无视莫眠 也就是说 如果对方在开出BKB以后过来 你帕克这个C给的话 还是给不上的 C9这波应该在等盾 觉得刚才那波被对方杀了以后呢 不稳 如果让C9等到这波盾的话 这个高地就守不下来了 这个盾秘密一定要抢 虽然抢这个盾九死一生 但是 如果让对方拿到盾 然后战装推你上路高地的话 这个就是实死无生了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翻过来的可能性 对方的美杜莎一个人站在前排 你BKB过来切我 我根本就怂 你BKB没了 你这高地拿投手 盾打完了是吧 盾打完了 这个OB 我用的这个OB 他切平切得比我想象中的 要快一点点 别闹别闹 我主要是在看你们弹幕 在看弹幕 看弹幕有的时候 我这反应也比较慢 一条弹幕可能琢磨两分钟 所以当琢磨过来的时候 这个刚才发生的事情已经忘了 帕克现在身上是跳刀大根 美杜莎这里身上 小黑现在是有一个引刀 加上推推 看一下这波 你这个现在对方小黑 站在你的高地上这么拆 美杜莎站在这拆 小黑也站在这拆 还第一时间过来切小黑 你这个第一时间过来切小黑 小黑根本就不虚你啊 这个上路高地直接告破 而且所有的人都走不上去 直接被这个美杜莎 拿自己的这个分裂剑就给打崩了 我太不专业了 惨愧惨愧啊 惨愧 C9这里直接把对方的这个上路高地 无损高破 而且关键现在盾还有很长时间啊 这个盾还有很长时间啊 这里C9在干嘛 推的太快不好控制吗 还有三分钟的盾啊 而且你们刚才这拆对方的这个上路零损失 这不是为什么要撤呢 对方下路这个圣坛也没了 你们在干嘛 喂你们在干什么 等了一件美杜莎的这个冰眼 哎呦 这稳的不行啊 这支队伍 稳的不要不要 稳的不行啊 美杜莎这边给了一波技能以后 发现美杜莎基本没怎么掉血 这里开始大招往前赶 直接冰住了对方的狮王 还有一个排队带的巫妖 这波PA开BKB 出来打第二波 对方一个推推直接走 这PA的BKB也没了 PA的BKB也没了 美杜莎身上还有1800的血 和600多的蓝 这C9 哎没用我跟你说 C9 其实这两支队伍啊 就秘密跟C9 这两支队伍 他们两个人 其实谁赢都问题不大 因为本身就是败者组 本身就是败者组 你谁赢了 你上面那两个队伍下来 他都应该是打不过 C9这支队伍 他毕竟现在的硬实力 还是跟这种传统一线强的 有差距 打赢Secret Secret这支队伍 现在不太稳 他们其实队伍现在灵性有余 但稳健不足 他们确实是 因为人员变动太大了 其实队伍 而且他们这个 人员风格改动也太大了 看一下这拨人马被推出来 直接一套技能 再接着输出 赤红甲虽然是点开了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救下来自己 这个中国高地塔高破以后呢 C9这也开始拆最后一路 中路的一个高地建筑兵营 Secret这场比赛 估计打完了以后 也是一脸懵憋 这个BKB的PA 过来爆了两下以后呢 差一点秒 要对方的帕克 但还是没有来得及 最后还是冲上来杀了这帕克 还是杀掉了帕克 无妖的这个大招 看看克服妖的这个大招 能不能炸死人 炸了半天 都是在一帮满血的人身边来会炸 最后被对方还是给干死了 那这样的话 帕帕打出了GJ 恭喜C9是2比1 战胜了秘密 那么晋级到了这个败者组的决赛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 那么就是 胜者组 Liquid对战Bears的比赛 那么他们失败的一方 将会去迎战这个C9这支队伍 好了 那么今天的这一轮比赛 就给大家先做到这里 稍事休息一会儿 预告是凌晨一点 但我估计可能会晚一点 将要进行的就是Liquid对战C9 Liquid对战Bears 那么这两场比赛 也都会全程给大家直播加录播 那么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稍事休息 我们一会儿回来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订阅点赞 打赏 投影币 加Q群 关注微博 一波 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一会儿见